我想他都会鼓励每一个人吧 三个星期前起心动念 国民党副主席詹启贤23号 将正式宣布加入党魁争霸站 在23号上午10点 詹启贤即将在台大校会馆 正式宣布搅逐党主席 但巧合的是地点恰巧 与吴敦毅原先预定选择的地方 是同一个地点 火速敲定时间地点 据了解詹启贤近期接连拜会 党内大佬和地方政要 确定联署数有望达标后才决定参选 前副总统肖万长江出席记者会 幕后最大力量正是 鸿海董做郭台铭 锅总其实对于 整个台湾的未来发展 还蛮关心的 因为这跟他自己很多的产业 经济发展都有关 熟知詹启贤的党内人士 与代保留 但透露两栏的交情 确实非比寻常 事实上根据中天新闻掌握的消息 郭台铭更是有意与詹启贤联手 角逐2020总统大位 我听到的确实是有迈点 但并不会全面 并不会全面 因为选举有时候还是要操作 即使尚未获得本人证实 党内同志直言 两人若是合力不容小觑 而各路人马的陆续出炉 国民党主席之争 战况精彩可及 接着董老俊张宇先台报导